25. 豆汉堂 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吴征义地通过了新土地法,实行土地私有制。 早已当地政府签订了开发合同的汉堂公司,立刻以原有使用者的身份付了微乎一点钱便买下了亚拉森格深山。 在法律上成了亚拉森格的主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下的藏人,却不能从法律上证明他们是原有使用者。 但是就像印第安人不承认英国法律说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属于某个白人一样。 藏人也不承认汉堂公司,只是国家机器不认别的,现在藏人再进入亚拉森格的范围,法律便会使他们犯了闯入私有领地的罪。 汉堂公司从未把当地藏人放在眼里,成了亚拉森格名正言顺的主人之后,倒是希望藏人来闹事儿,再用法律一劳永逸地制住他们,保证后面乍山开矿,不再有后顾之忧。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汉堂公司高管的眼中,总是意气行事的藏人,现在却跟他们玩起了法律。 汉堂公司只买下亚拉森格山,山下拉森村的地是藏人足足备备使用的,无论在藏政府之下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或是邓时代搞承包,各种法律文件都有明确记载。 即使按照新法律,原有使用者也只能是拉松村的藏人,汉堂公司燃止不了。 拉松村的藏人就利用这一点,先不争论亚拉森格神山是否应该属于谁。 只要法律承认拉松村的土地属于藏人,他们就有权不让汉堂公司的开矿机械、车辆和补给通过。 汉堂公司以法律的名义不让村民上山,村民则以法律的名义不让汉堂公司过路。 这一下就困住了汉堂公司,油料运不进去,前面进了山的设备便死了,生活用品运不进去,开矿人员也难以坚持。 汉堂公司打遍天下无敌手,不信能被一个村的藏人老百姓困住。 当地政府为汉堂公司开路,本以为对付使用棍棒和石块的乌合之中早有轻车熟路的办法。 没想到藏人手里拿的却是新公布的土地法,与政府人员讲其法律。 几个人围住一个政府人员,有主讲,有帮腔,只坚持一点。 既然是他们的私有土地,让谁过,不让谁过,就是他们说了算。 在美国,未经允许闯入私人领地,土地的主人可以开枪。 中国的新的土地法尚未细化,别说地方政府和县乡警察说不明白。 连汉堂公司的顶级律师都没找到法律根据,弄得政府人员理屈自穷,难以应付。 公安系统追查微信发现,这是北京的村智慧给康瓦斯刊部丹增出的招。 村智慧的律师告诉丹增,不管是对政府还是汉堂公司,只要求上法庭解决。 在法律没给出判决前,外人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就是违法。 律师会帮助拉松村进行诉讼。 跟着指挥棒转的县法院支持汉堂公司的通过权。 从北京赶来的村智慧律师,则表示县法院无权解释国家级的法律,要求全国人大或至少是最高法院释法。 这可要了汉堂公司的命,国家级施法岂是几个月可以搞定的,而每天的务工都损失巨大,国际同事的暴力也不可能持续,山上职工也已弹尽良绝。 汉堂公司现在尝到了以前总用来对付别人的诉讼拖延战术。 到了这一步,汉堂公司才不要讲什么法律,不就是打通一条路吗? 政府、公安、武警都听命,还打不通一条过村的路。 只要给足了钱,拱绝县政法匪书记亲自带队,调动公安武警强行护送汉堂公司的车辆和机械,硬冲也得冲过去。 这时发现,拉松村藏人不仅是动嘴说法律,更厉害的也已准备好。 凡是经过他们土地的近山道路,每隔数米便被挖出一条沟,不要说汽车无法通过,连履带车都过不去,必须用挖掘机和推土机平沟修路。 而当调来那些机械,村民中的老人和妇女便躺到机械前面阻挡,自己的地愿意怎么挖就怎么挖,外人强来天平才不合法。 公安和武警刚拉开人,另一批老人妇女又躺上去。 年轻村民不对人使用暴力,却用各种方式破坏机械,汽车轮台被扎,推土机履带被插入铁条。 警方以破坏财产罪威胁,村民则指控是这些机械先擅闯了他们的土地,压坏了草场,他们只是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说的警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费尽周折修好路,却没有那么多警力看守。 路越长,疏漏越多,一不留神又被村民挖了沟,还得返回重修。 花了两天时间才让一批物资设备通过拉松村的地面。 等车辆出山时,拉松村的道路又被挖了一道又一道的沟,一切回到从头开始。 问题是,为止开矿每天都要送进物资和运出矿石,这种方式如何持续? 有时需要换个设备零件,着急的话就得用直升机往上送,否则一个环节断了,权限都得瘫痪。 现在只是建设选矿场还能勉强维持,等到往外运惊险选矿的时候,这种方式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武警夜以即日跟村民斗,开始生猛,只是爹妈生的肉身离不开吃饭睡觉。 饿几顿,冻几碗,便气势全无。 武警一泄气,其他人就更难与藏人较量了。 家在本地的藏人以意待劳,吃喝随食,分成三班。 每班二百人,上阵三小时,换下来休息五小时。 一天轮三次,保持精力旺盛,士气高涨。 需要用钱时各家分摊,富裕人家主动多出。 村里设了大灶一块做饭,杀牛宰羊,简直像一家人过年那样红火。 汉唐公司认定村民进行了有效的组织,才能达到人人分担又能相互协调的状态。 要求先破掉组织,这是当局的强项。 从掌握政权的第一天,就不再允许其他组织产生。 历年,破获各种组织,积累了丰富经验。 主要一手就是打蛇打头,抓黑手。 现代术语叫斩首行动。 以往的组织不管多严密,没有了核心便会一击击溃,屡试不爽。 而各方面的情报都证实, 拉松存的核心任务就是一直和村智慧进行联系的丹增。 汉唐公司要求地方当局立刻抓捕。 在康瓦斯被汉唐公司的爆破埋没后, 寺院僧侣展示安置在村民家等待重建寺庙。 现在都换上了便衣参加到拦截汉唐公司的行动。 丹增没去第一线, 躺到车前阻挡或是破坏机械一类的行动不适合他的高僧身份。 他是被推举出来主治全局的。 拉松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应该是从丹增制止了尼玛自焚那一天开始起步的。 当时村民们都问丹增, 不自焚又该怎么办, 又能怎么办? 他制止了自焚, 就必须给村民一个能够守护神山的方法。 丹增有方法, 在康瓦斯已经实验了近两年。 上一次与汉唐公司的斗争看似得到胜利, 却没让丹增安心, 更没像一般村民那样沾沾自喜。 他看到的是, 亚拉森哥生态圈缺少节制力, 无法杜绝冲动和暴力反抗。 而村民的暴力在当局面前又不堪一击, 反而成为进行打压的口实, 差点酿成大祸, 最后能避免完全是出于侥幸。 政府解散亚拉森哥生态圈, 只需看住几个核心人物, 其他人便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欲试反省, 使丹增超过常人之处。 他向当时来拉松村支持村民的欧阳中华请教, 有没有更好的组织方式。 照理说, 那正是欧阳中华关注的核心, 只是两人语言不通, 翻译费时费力。 欧阳中华提纲窃领地讲了层一纸, 随后便忘在了脑后。 欧阳中华给无数人讲层一纸, 都讲得更认真, 花费更多的心血, 也没见到剥下的种子结出果实, 当然更不期待在这个话都说不通的地方, 留下什么痕迹。 然而正是那次谈话, 让丹增被层一纸打动。 他托人从网上找到了欧阳中华 关于层一纸的文章, 花了不少钱一成藏文, 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阅读琢磨。 他没有像欧阳中华说的那样 在村民中实行。 住村工作队已经接管了村里的权力, 连村委会都只能打砸跑腿, 试验层一纸根本别想。 丹增将层一纸用在了康瓦斯的 寺院管理委员会。 寺管会是政府承认的寺院行政机构, 负责寺院维护、财务管理、 僧侣生活及秩序等事务。 以往寺管会是所有的僧人一起选举, 丹增一直被选为寺管会的主任, 却深知这种选举的弊病。 尤其是在较大的寺院, 会被有私心的人搞得乌炎瘴气。 丹增决定自己让出主任的权利, 由僧侣们自由结合成五到十人的小组, 选举小组长, 再由小组长组成寺管会, 共同协商决策,管理寺院, 然后再选出实际掌权的主任, 为了避免政府注意, 丹增对外继续扮演寺管会主任的角色, 实际上不再管事。 寺管会做出的决策, 由寺管会选举的主任实际执行, 这种方式运行一年多来, 僧人普遍认为效果很好。 陈判上次来, 惊讶地誉为是古老寺院的现代艺术, 一年多的寺院层一制试验是在保密中进行的, 村民们并不知道, 直到那一天丹增制止了尼玛的自焚, 云游僧人离开之后, 村民们都在等着丹增说下面该怎么办, 丹增没有直接给他们讲层一制, 只是告诉村民,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每个人的事应该大家一起定, 大家的智慧合在一起, 比任何个人的智慧都高, 我只告诉你们一种能把大家的智慧合在一起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